2020年台湾设计研究院推出T22计划 要以设计角度去做地方产业聚落的创新 而第三阶段的计划 Open Factory工厂建学 由五组设计团队联手英哥五家在地品牌 工厂重新规划场内视觉与参观动线 英哥这个案例来说到的话 我们一开始先决定了我们要做打开工厂 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规计化好了一些计划申请的补助方案 比如说我们总共要找五家工厂 那我们就在英哥举办一个计划说明 我们会去招募一些路边 其实我一直想要来参加这样子工厂打开的计划的 英哥陶瓷工厂 工厂建学中其中一个案例 是由山苗空间实验和陶具 联手将展示区域与工厂空间 一步连分隔 调整工厂内工作动线 也增加照明设备 使原本昏暗的陶瓷工作空间更加明亮 其实就是专业上不同 所以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在做设计规划 我们又花蛮多时间去跟组合 去了解整个制讨的一个流程 然后就是要了解他们的 作业上的一个步骤 然后再依据他们的使用习惯去做规划 那这样规划的一个结果才会是符合 因为他们要尽可能的告诉我们 越详细他们的使用习惯或是需求 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去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然后进行设计调整 因为他们都把那个平面头都画出来 那机器位置全部都飙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在脑中去看说 诶这个空间我的机器该怎么办 对不对 因为以前不是啊 以前是这个机器来 那这边刚好有空位在往这边摆 这有空位在往这边摆 那这次要整理的话 我们就一次把所有的流程都想好了 所以就有希望 诶这空间都要收得干净 就是我一开始的出装 那再来就是 在美的环境下做事情 心情会比较舒服 应该弄得比较舒适一点 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吸引一些年轻人 所以你看我们那些来的时期 都是比较灵情的 他们就是愿意 诶来自己尝试看看这样 透过工厂建学计划 接起不同专业者之间的桥梁 空间设计师发挥设计专业 辅助制陶职人 提升工作环境品质 让陶瓷工厂能够建立起品牌特性 期望在未来英格产业区域 能激起更多的联谊效应 为地方产业及观光 找到新的出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